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祭第250岁回 若是叶天梅真还保留几分实力 化经期修为权力攻击 他绝不愿去硬挡锋芒 但是在他看来啊 叶天梅如今呢 虽然说不知道用了何种手段恢复了法律 多半也不过是强弩之末 只要说与他拉开了距离 等此女法力消耗殆尽便可以轻易活着 只他刚这么自量又脸色一变 那道银色惊红一个盘旋过后 在空中呢 划过了一个小幅度的优美的半圆过后 再次向他积舍而出 并且在途中一个模糊过后 忽然晃化出了密密麻麻的大片的剑影 剑气直冲九霄之脉 哪有丝毫法力不足啊 老者当即脸色发青 忽然口中一声长笑 就化为了一道青色残影 往某个方向积植而去 几个闪动过后 就消失在了天边的尽头 银红皱然一脸 漫天见影 就此消失不见 叶天梅身形重新出现在了虚空当中 并面带一丝冷笑的看着老者消失的方向 刚才他不顾体内所受之伤 使出了天月宗一种独门秘术 激发了身体潜力 看似法力尽腐 其实却真的不过是强弩之末 根本支持不了多久 若那流老再多留一刻钟 就足以看穿这一点了 只是修炼者呢 大斗无比惜命 特别到了修炼的如此境界的强者 对自己一条小面 那更是无比的重视 但是对于他来说呢 若是不冒此险 就只能束手待毙 而且剑修一道 那讲的就是不断突破身体极限 支持死地而后生的 不过叶天梅也很清楚啊 这种小手段 也只能拖延不了多长时间 当即扶下了数颗丹药 再次不惜远起 施展剑气飞顿秘术 瞬间远顿数百丈 只是几夕 便只剩下了一个 一闪而过的银色光点 半战查过后 青梅老者身形在线 自下打量 脸上满是懊恼 居然敢实际匡骗老夫 幸好老夫刚才那一枚三棱刺钟 提前注入了自己的一丝气息 凭力重伤之躯 又能逃到哪儿去 老夫必要将你拿下 好能得偿所愿 老夫困在此境界 已经二三百年 寿源所生无多 若再无突破 顶多再过数十年就要作画 如今之际 整个沧海能助我者 也只有那一个人而已 此次也不知是老天开眼吗 还是老夫拾来运转 只要说将此女活捉现象 一起化精其女剑修的身份 必将成为恢复巅峰实力的绝佳炉顶 今时大喜之下 不仅我能够突破瓶颈有望 未来进阶真丹之境 也不是不可能 说完之后 刘老不禁舔了下嘴唇 双目露出了狂热之色 原来呀 这青梅老者呢 他几年前在海上为追击一头化精其的妖兽 竟无意之间闯入到了海妖皇修炼之处 这位沧海之狱唯一的真丹竞强者 当时呢 因刚进阶真丹不久 正在闭关静养 因此心情大好之下 并未因为他是人族修士 而施展雷霆手段 反而承诺 只要他归顺其下 并助其恢复巅峰时期的实力 便传授他进阶真丹竞的方法 老者当时呢 正因平静无法进阶后期 而变形机缘无果 听到此事自然是惊喜交加呀 几乎根本没有多想 就立刻归顺了海妖皇 并在种下了进制之后 这才重新的回到了边缘岛 他原本啊 一直在苦苦的思量 如何能讨得海妖皇的欢心 好能得到其 有关进阶真丹机的秘密 前些天呢 却突然之间 收到了叶天梅这位 当年故人的传信 结果他顿时大喜过望 像叶天梅这般 法力精纯的画精女进修 对于海妖皇来说 那可不正是绝佳的卢顶吗 如此一来 再牵扯到真丹机的秘密 和自己的寿源长短 这位流老自然不会再顾忌 当年的那点故人之情 这才会合力收拾掉麻术之后 忽然偷袭了叶天梅一把 当然他如此做的后果 只要稍有消息传出 咱这辈子是多半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云川大陆的人族中了 一想到了这儿 青梅老者一时之间没有急着去追踪下去 反而站在原地 脸色阴晴不定 火云峰 是铁火谷北面一百多里外的一座山峰 在这片连绵的山脉之中 此山峰原本并不起眼 只是山上遍布一种红色的树木 而且山峰形状奇特 远看呢 仿佛一朵蘑菇状的赤红火云 孤而得名 此时柳明所成的机关非洲 正来到了山峰上空百余帐之处 突然眉头一皱 就赶到了袖中那枚叶天梅所赐的云川令牌 突然一阵轻微的震动 他当即啊袖子一抖 那枚赤红色的令牌一飞而出 悬浮在眼前 令牌表面红光闪动 一行银色的小字浮现而出 柳明抗后当即神色一领啊 单手一掐绝 青色的非洲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 就认定了某个方向及时而去 同时呢 将自己庞大的精神力放开 开始一遍遍的在附近扫过 一点茶的功夫过后 只见远处天边 荧光一闪 一个银色的光点出现在了那里 随后便向那边飞射而至 柳明见此呢 不禁精神一震 当即啊 也是一掐绝 操纵非洲 迎了过去 几乎眨眼的功夫过后 柳明呢 就觉得 银色的光点呢 一下子放大了 并且荧光中 隐隐看到了一名 身着白衣的 苗条的身影 正遇见 向自己这边赶来 柳明又飞出一段距离 就停下来 非洲不久了 因为 荧光已经到了前方不远处 最后一闪而是停下 正是叶天梅 叶时说 但见这位平常容颜冷若冰霜的叶天梅 此刻呀 面色苍白 一点血色都没有 叶天梅点了脸头 突然脚下一个亮相 随即聚见瞬间化为点点金光消散空中 身躯一软就往地面直直坠落 柳明心中一惊 猛然一催法觉啊 青色非洲一探之下 顿时 往其坠落方向积持而去 在距离 叶天梅不足两三丈距离的时候 他袖子一抖 当即呢 从中涌出了滚滚黑气 化为了一条黑色绳索 向前方一卷而去 扑地伸过后 绳索瞬间缠住了叶天梅的腰部 将其一下子拉扯到了非洲上 柳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 操纵绳索将此女平躺在了非洲甲板上 而此刻的叶天梅呢 勉强地睁开了 似乎已经变得沉重万分的眼皮 冲着柳明断断续续地说着 有人再追过来 长梅老者 化精终气 此地不宜久留 需要赶快离开 给我争取时间 叶天梅还没说完就昏了过去 柳明一听化精中期心中一领 当即二话不说呀 手上一掐法绝 立刻先将非洲掉头 朝原先方向积持而去 然后他又袍袖一抖 取出了数个药瓶 从中倒出了一把各色丹药 跟昏迷不醒的叶天梅浮相 结果呀 片刻的功夫过后 叶天梅脸色终于多出了一丝血色 但是仍然的丝毫没有行转 柳明心中一沉 他知道此女受伤之重 如此一来 他眼下的情形大大不妙 一边思量一边通过精神力不断扫描 时刻关注后边的动静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火云方上风百鱼杖之处 身着灰袍 面容普通的青梅老者 正静静的悬浮在空中 没想到啊 此女还有同党 线下应是差不多逃出百里之遥了 既然逃得匆忙 这接应人修为也高不到哪里去 多半是叶天梅的后背 若是如此 那可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跑到哪去啊 说完了之后 青梅老者双手掐绝 交下青铜飞车轮飞转之下 立刻呢 就化为了一道青色的残影 向前世击射而去 就在柳明带着叶天梅 与刘老在虚空中 相隔百里之遥 一坠一逃之时 铁火谷里的大战 也已然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圣鸡仙子与赤里的激战之间 不时的激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圣鸡仙子啊 只是一名明明夜静的修士 虽然说凭借成套灵气及阵法之威 将行呢将修为提升 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化经修士 此时阿姨明显的不敌赤里 大处下风 但一时之间呢 她也不至于马上落败 倒也合着赤里之间 呈现僵持不下之势 不过此女趁着交战的奸细 匆匆地扫了眼场上的行事之后 却见此女眉头不禁紧皱了起来 她心中很清楚啊 此战胜负关键 并不在自己这边 而在红三和清秦这二人身上 而这两大化经强者呢 正在不断地变化着手中的法觉 半空之中 半体忽分忽合的交织缠斗 引得四周空中灵光闪动爆裂不停 金属撞击之声不绝于耳 一时之间四眼难分高下 而这两名呢 与海妖族战士交战的海族灵师 在分别击杀了一名海妖族战士之后 也都是浑身血迹斑斑 在两名海妖族大汉的阵阵攻势之下 被逼的是节节后退 眼瞅着便不行了 远处的迦兰呢 此刻 似乎已经使尽了浑身血述 这才堪堪的 能与那两头宁业后期的妖兽周旋 如若说 再加着那两名妖族大汉 那胜败几乎是转眼的事了 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 自己方必将一败涂地 不但吸水顿不保 几个人的性命也得交代在这儿了 圣基仙子心念一转 脸上露出绝燃之色 一咬牙便准备发动自己的压箱点的手段 砰 古琴画画出的七彩的羽毛 又一次地抵住了巨顶的攻击 两者交织碰撞之下 挖出了一阵轰鸣 下一刻 圣基仙子一双 像玉石般晶莹踢透的玉手 突然横在了胸前 手指飞快地翻转掐绝 接着一张口呢 就喷出了一枚 蓝幽幽地闪烁着晶莹光芒的小型的浮露出来 此女法觉一催 又数口精血喷出 浮露顿时暴力而开 从中飞出了一道蓝光 在悉空中叮溜溜一转 一个半人半鱼的老者的膝影 就渐渐的迎现而出了 只见这老者的膝影啊 头戴赤红色珊瑚皇冠 身披脆绿色长袍 下半身遍布着淡金色的鳞片 相貌唯严至极 刚一现身 就面无表情的手臂一动 一根手指呢 向赤离所在之处 悉空一指 呼地声过后 赤离上方悉空当中 一根脏许长的淡蓝色的手指浮现而出 只是微微一探 就向下方气势汹汹的碾压而去 赤离见此 瞳孔微微一缩 但一声骄哼过后 右手随意的抬起 将手中赤红色的方顶 向空中一抛 方顶迎风便掌 化作十数丈大小 赤离口中念念有词啊 食指往空中连弹而出 当即一道道符文凭空而生 纷纷没入到了方顶之中 方顶红光大盛 一个晃动之下 迎上了袭来的蓝色的手指 轰隆隆一阵巨响回荡而开 一股恐怖的气息一下子在天地之间 狂涌而出 红色巨顶往下方一沉过后 表面的光芒呢 瞬间就暗淡了下来 蓝色肘指虚影则 趁势又往下方一点而去 赤离见此情形 心中已惊 脸上绿色一线 大口骤然一张啊 一道白色的光影 从口中一拍而出 此光团不过 拇指一般大小 表面带着融合的白色的光韵 并有无数淡红色的符纹 为这是飘荡不已 内部呢 更是不知道为什么材料所住 金银剔透 散发着惊人至极的灵气 与青秦交战的红三 也不禁被此巨响吸引啊 他急忙抽空扫过了一眼 但是下一刻就立刻大惊 是袁珠 盛气快退 此物不是你可以抵挡的 此话刚出口已经迟了 赤礼冷笑一声 早已经猛然一催法觉 但见 那光团瞬间由白色化为赤红 往空中冲天而去 就蹚了一下子 在表面冒出了一缕缕黑红色的火焰 正是赤礼啊 苦修多年的本命火焰 盛气仙子自然更是大惊啊 急忙施法想要找回蓝色手指 结果呢 只听到喷一声闷响 黑红色的火焰就撞到了蓝色手指上 并默然之间暴力而开了 化为了十几张大着的一片黑红色的火海 蓝色手指吸引在此火焰当中竟逐渐的变弹 最终的化为了点点金光溃散而灭 就在这个时候 吃离口中又是一声冷色 伸出左手 对着空中火海誓默然一点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摩天记 第255回